词曲 李宗盛 在跑悟空的时候悟空就跟我说 这个赛季听的歌少了在台上 所以说状态不太好 他话是这么说 但他那个歌是哪种歌 就是里面的歌 有没有可能是破纪录的歌 一般应该不会选这一首歌 来当自己比赛好的歌吧 我的意思就是在台上听破纪录的音乐听少了 代表着对自己的状态不满意 可以 还有另一种含义出来了 因为通常来讲啊 对观众朋友们最在乎的 其实就是破纪录时候的那个音乐 那音乐而且我记得还有不少观众 特意去问到底什么歌 是哪首歌 对 然后对于我们选手来讲的话 那首战歌一响呢 确实一眼非凡 诶 神都千古很正 哇 哈雷特打阎君 上来这是谁没有会谁的意义呢 哪边没零会道 两边都没会道 狮子选的图 那狮子肯定觉得咱俩就一车打了 那要小心了呀 因为风在 没有任何对抗 没有任何对抗 省的这个季度要小心点了 诶 然后 狮子其实也要小心的就是 风在现在是完全可以 每局都起机甲硬吃它分的 对 所以说它多的机甲一定要赶紧用 赶紧用然后选途的话就选同车途 哎 风在有失误 哎 风在有失误 快速度0.7秒都是应该的 对 虽然是我们那个CW单碰的失误啊 但是这个季度也还是有机会的 哎 大速飘 高 气没满 再补气 这风在来说的话就看记录了 嗯 延续过来 就看它的所有玩的细节 得尽量加快一点才有机会 是 现在应该是还没出影子的 就说明他要比这个影子慢 看一下吧 来了 说什么来什么感谢导播老师 现在的话是慢了0.1秒 最后这场率下好像也没有机会反超 机会了 但还是一个03 03.54 那没有那个CW单碰的话就破了呀 确实 还有底线空间 那一下的话绝对不是0.1的 5比2 这带颜军 狮子要看哈雷特得打哪张图 尽量把封在颜军给打出来 不然西部矿山是放出来了 一旦有选途机会是可以选西部的 但那个不然啊 那事可挺远的 是 那也是 就是先琢磨怎么把哈雷特用了就好了 老杰功力被搬了 万图皆可哈雷特 但是得把颜军给打掉 那老杰功力是最合适的 我觉得风仔也明白这个事儿 风仔不一定会出颜军的 风仔多少会给自己流至少一辆车 那现在主要是没有老杰工地嘛 所以颜军肯定打不出来 是这个还是照相打先吧 哈雷特先放 你也可以考虑一下打这几张星图 星图吗 星图其实用哈雷特也能用 对吧 打个一梦青花什么的 风仔不好用车的 风仔只能一让到底 包让呀 对 因为都对那颜军嘛 就是拿其他机甲去跟你碰一碰的 这种想法应该都不会有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颜军 如果说打不出来的话 先放着吧 肯定是留着的 或者就是狮子胆子够不够大 打着哈雷特的幌子 拿其他车去碰你 让你以为我要用哈雷特 然后我拿其他车吃你弱车 那样的话这局其实就盘活了 对 就把这辆车给盘活了 对 风仔前夕一点小失误啊 在最后还是没有比沈的影子更快 但是这场比赛的胜利是可以收入囊中的 下一局选到秋平山 哈雷特和哈迪斯 哈哈组合 但是谁更开心一点呢 那一定是新哈呀 这两个赛事之间差距应该还是蛮明显的吧 但好处在什么呢 哈雷特后追 哈雷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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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尼斯 哈尼斯能吃后追 小伙子有点搞不明白事了啊 哈雷特 念起来确实很顺口啊 哈雷特 看起步领先锋在1.6秒 这个记录应该还是千寻的 对 现在要比记录快 千寻 在吗 千寻下周比赛能不能再破回来呢 哈雷特 先开这场比赛 试试能不能保持住啊 对 你先现在再看吧 喂 再看的话 你要好好看哦 0.2秒 0.3 有点拉远了 甚至 这状点很关键 刚才周路线 哦差一点 撞右墙 但是还撞到了 OK 没事了 第二拉的时候 让千寻的影子反超了过去 后边封在0.8秒 试试不能再失误了 呃 可以再来一点点 对 拖了一下 不能再多了 不能再多了 0.1秒了 不能再多了 不能再多了 想直接撞 想直接硬吃你的哈迪斯 啊哈雷特 啊 最后有救无险 11秒79 3比5 这确实是有点哈懵了 看到机会了呀 理论上来讲这两辆赛车 不应该能离得那么近的 主要是 就是狮子给的食物不少 对 昨天看下来哈迪斯都有挺大的概率硬吃云集的 对 很接近很接近 你都得去前面给机会 嗯 狮子 这算是上来之后呢 打了个一比比 互相吃了一辆哈雷特的车 5比3的一个分数 但因为风仔多一辆银军嘛 所以说 所以说风仔 得多0.5的近胜分 也确实 这优势还是有的 而对狮子来讲的话呢 就孤零零零零哈迪斯 意义不大 没有打的机会 你打一个BO20几的话 可能哈迪斯就占优势了 BO20就够了 对 哎得是个单数 BO21 1分11秒79 1分12秒53 啊33 就最后风仔硬冲撞的那一下 有几道自己也就跟不上 我觉得狮子哥接下来再选就选他的 北海啊 这种这个赛季打得多的 是吧 你说零号实验场能不能打 不打 不进 零号实验场 零号实验场 狮子哥也喜欢 是吗 对啊 但2SG确实也当王独打 这两天选的频率挺高的 对近朋友吗 嗯 5比3的一个分数 呃 对狮子来讲的话 现在确实不太好去选择 所幸就是机甲现在全有 刚才第一组选手是一辆机甲都没用的 嗯 然后 然后孙悟空原集这些可以用 对然后还有的一些强势A车呢 月影 星黄 冰破 都在吧 全S连赛的载车 是 怎么打的啊 没辆 孟茴鼓鼠的是孙悟空 没人拿月影啊 拿不了 以为会出月影的 出不了这张图出不了 这张图这两天看下来之后发现真出不了 基本上被孙悟空硬持 今天甚至刚才那场狼队比赛里边也有 就是那一场看完之后 更加笃定这张图拿不了月影 甚至零号现场你要拿出来都需要斟酌一下 那道想要紧 但是这个对抗经验很丰富 只是自己给他投票了 是 觉得刚才那一下呢 对抗非常刺激 然后就有点刺激过头了 落后0.7秒啊 前面是越远越快的能追 但是这个氮气没断掉了呢 但有点追上了 风载前面细节没有十字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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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没等值物啊 嗯 硬坛 灯红飘 老陆倩 不断了 下来头再调整 这里被拉开了呀 1秒1.1秒的差距啊 后半段难度不大的 延续过来 再甩 1分13秒22 拉一个测身 这边找路线 哎 顺利搭上 有机会的呀 哦 但是失误了 最后重建多少 1分13秒48 差了1.2秒 6比3了呀 对 举点了 嗯 现在这个举点的话 其实得想一下 你说 下一个模式 如果真是RW选的话 选上 你觉得如果说是你的话 你选什么 我 我其实一直冥冥之中 都有一种想法 就是两边都会选到剧 今天还有 今天还有 今天还有这种感觉 我感觉 solo版 主要是啥呢 大家心气都高 嗯 就都想再碰一碰 我会觉得是这样 2比想起刚输掉 那不会更近一点吗 输掉 刚输掉调整一下吗 对 没机会调整了呀 啊 就让道具过度一下 然后打一个第五局决胜局嘛 哦这样是吧 对啊 其实我觉得 嗯 如果说这一轮阿斯基拿下 那RW其实不考虑 有没有第五局的这种胜部 你就纯看第四局 想让谁上 就行了 对吧 也不用说 不用考虑说 啊 你这边先打 然后 剩下的就去 另外的 先去准备准备 这事是这样的 你看像WZ 为什么今天选了solo 没选道具 嗯 因为他们的道具 其实一直在A街里边吃亏 对 但今天好不容易赢了一把 嗯 得把那个劲留着 保持住 对 你如果说一旦再选出来 一场惨败输了 影响心态 咱不说是不是惨败 就如果真输了 那其实刚才赢的那股劲 迅速就消掉了 他们就又想起来 在A街这几天比赛里边 所受的委屈了 得不偿失 对 所以说他们选了一轮竞速 选了一轮让敏敏去打 而且敏敏确实今天跟人家打的是 有来有回的 对 但是剩下这几家 他们一直属于心性高的 对 他们是属于道具 谁不服谁的 都不服 对 所以你真说让他们输了一局 比赛之后 第二轮不打了 那其实回去才有心结 对吧 再打一轮的话 真输了咱找问题 但如果就此雪藏的话 就不给他们这种机会的话 是 那真的会郁闷的 但是先看吧 我们俩这聊的还是有点远 说不定阿斯基选了 也有可能 现在的话是一个3比6 狮子要选的话 他要赢的话得连赢4分 打同车 苏格兰场 第一个同车的图 苏格兰场 六星图 狮子的记录 这个赛季是有机会看到 选手们跑去40的 看一下吧 会不会在这一场 起步俩人互找一下 风仔看起来更快一些 对 但会合过来风仔要快 快 快 对 几乎持平 池子想先先卡位 卡射器 对 对 这个双杀点点很快 0.5 可追 不好追但是 自己找细节 甚至还有点西上被拉开了 但这边节奏出问题了 但这边放在上墙了 不再给机会 只是狮子的自己节奏本身就出问题了 对 狮子再卡一下自己又卡上墙 是的 机会摆在了面前啊 但是狮子 被抓住 对 差了一点 那这样的话是将近两秒的时间差 风仔这种速率非常高了 风仔的节奏在放慢 反正记录已经没细了 对 反正记录没细了 知道狮子比较远 那就保持住 但刚才狮子又出失误了 2.5秒 1.6秒还在拉远 对 风仔把这个节奏找回来 他弹不弹 三连弯 最后得那个 第二弯 第二弯 第二弯不弹 不弹 不弹 弹吧 或者只弹第二弯 像昨天一样 那不是阿生吗 对 怎么说 来了 2.1秒 答案些小 可以弹 第一个没有弹 拖了那就算了 拖了拖了 拖了拖了 那最后我们得恭喜风仔 最终2比抢7的比分定格在7比3 现在阿斯基大分2比1 暂时领先 哎呀 这个确实啊 选竞速选道具都有选的理由 哎呀一大难题呀 难吗 挺难的 好 闭着眼睛一选 闭着眼睛一选 但索性 哎 索性你不是主教练 怎么说 这能是闭着眼睛选的事吗 这不行 其实这选这东西很有讲究的 这要是我是主教练 那我肯定不会闭着眼睛选了 中一只 中一只 闭着 这一轮 这分数其实也蛮大的 这跟刚才2V时候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2V两边有来有回打了9局 再打了10局之后7比3 你主要是你在2比抢7的情况下 嗯 刚一上来 落后2分 然后自己选一张图面拿机甲 再落后一个落后3分 对 你整个的心态可能都会发生一些变化 是的 非常熟悉的一个上半场 咱们两个连续解说的三天 啊 全都是2比G的一个上半场 我们搭了三天是吧 是的 恭喜RSG 2V抢7的这一分呢也是轻松拿下 这三天过得还是比较快的 中间发生的事情也多 其实我觉得选手 对这三天的时间流速跟我们的感知应该是差不多的 就是每天起来之后呢 就来上班了 嗯 然后上完班之后回去稍微休息一下 一睁眼就又上班了 对吧 应该是差不多的 但我其实我感觉 我可能每天这个清醒的时间会更多一点 每天醒的早 对 早上七八点就开始一直到晚上 十点十一点 十点多下班 对吧 这比赛的过程感觉是快的 因为大家打的精彩 而且中间也 看得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风仔这一撞啊 其实真是把分送到狮子嘴边了 那这个卡位呢 其实也有风仔的 有风仔的一些干扰 嗯 我还复位了一下 哎呦 这里速度太快了 是顶着头了 顶着了狮子头 MVP 给到了风仔 无懈可击 个人精神分有两分 那就是前期交换了一下哈雷特 嗯 哈雷特交换完之后呢 风仔其实后边就全拿下了 红车阶段是全拿下的 这样的话 你看RSG好像就是这样 他们